北约出兵救援武装分子,坦克部队杀到叙利亚边境,俄军后撤40里。 8月30日,据土耳其阿纳多卢新闻社报道,在俄罗斯与土耳其在结束了阿斯纳塔会谈后,并没有履行停火承诺,而是继续向叙利亚边境派遣部队。 据悉当天土耳其一支坦克部队抵达了与叙利亚接壤的哈塔伊省安塔基亚区,并向叙利亚政府军的防线移动。 土耳其这次突然袭击,令俄罗斯也没有想到。 此前根据俄兔协议规定,俄罗斯已经实施停火协议,俄军与叙利亚政府军的重型装备全部从伊德利布军事区后撤40里。 土耳其坦克部队选择在此时趁虚而入,很明显是想借着救援难民的口号,打破俄旭联军包围圈,帮助1700名武装分子逃走。 这些武装分子具备丰富的实战经验,一旦流窜到叙利亚其他地区, 将很快发展成为规模更大的武装组织。